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是江老师 我是江老师 又带到了开箱的时间了 之前有开箱过Netaporter的东西嘛 然后这一次也是在Netaporter买的 我跟你讲 电商这种东西呢 你要懂得捡便宜的人 你就是平常偶尔就要去扫一下 偶尔就要去逛一下 你就会买到最棒的折扣的东西 所以我其实固定就会花一点时间 在那些电商浏览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箱我这次买的东西 这一箱呢 是我在Netaporter买的 然后另外一箱呢是包包 是我就是跟代购买的 那个我们结尾的时候在开 这次在Netaporter买的东西呢 什么样子的亮点 就是这些品牌我从来就没有买过 然后我想了很久 到最后我还是受不了 我还是买了 哦来了来了 跟你讲 Netaporter他们真的包装很棒 我这次选的呢 是比较精简的包装 他们其实有那种礼盒包装 就是假如你真的是要送礼的话 你就可以选礼盒包装 他们就会用黑色的纸箱帮你装好 可是我就想说 如果不是要送别人吗 就环保一点 所以我用的是比较精简的 一般的纸箱 但是里面我跟你讲 都会帮你包的这样美美的 我上次在那边买的这个衣服套 有够好用 我后来就拿来套在一些 比较贵的衣服的外面 然后他就Netaporter字 这是一个什么勒 Fram的外套 一个黑色西装外套 它是属于比较长版一点点的 看起来很有气势 然后扣子这边是属于一个古铜色 复古的感觉 这个Fram这个牌子呢 被人家最为人所知的 也就是他们的牛仔裤的版型非常厉害 但是我想他们在版型上面这么厉害的话 应该在外套上面也是可以的吧 然后同时因为这件打 美折 再穿给大家看一下 我跟你讲 这版型非常可以 我穿的是零号 然后我是155公分 然后平常是穿欧美的话 可能是XS到S之间 然后这个我买零号 我觉得非常刚好 就是它也不会太长 然后在这边的这个 袖扣非常好看 那你看这个版型 在这边肩膀是 完全符合我的肩膀的这个宽度 一模样的就是我的紫寸 黑色的西装外套呢 其实就是要有一些 这种版型啊 去支撑它 还有这些袖扣扣子的亮点 自然它里面那里这边 很舒服 它这个里面是像断面的感觉 然后有这种小口袋可以让你放 然后呢 如果要去参加什么宴会的时候 我们不要穿 我们就这样子披着 我们就这样子披着动影 戴 再来下一件呢 是一个法国品牌 我也没有买过的 叫做 Requemuse Jacquemuse 然后是一个看起来非常 奇特的 荧光粉红色夹两件 为什么买呢 当然是因为冲着它 真的打着打得很便宜 然后我就想要感受一下这个品牌 这品牌非常非常红嘛 但我也没有买过 这个夹两件的话 是我有时候会想要一些 比较亮色系的 这种荧光系的衣服 看自己能不能驾驭它 然后它的价格真的很惊人 它打着质折 所以变得非常平 漂亮吗 妈妈这件衣服 漂亮 化学 它这个夹两件外面是短袖的上衣 然后里面是一件长袖的 可以拔开吗 不能拔开 它是连着的 很短版的感觉 不知道穿起来是什么样子 我们来试试看 欸怎么办 我觉得这件 我好像看不懂欸 我有驾驭它吗 我刚才穿起来 我老公就跟我讲说 你衣服买太短了 它真的超短 它里面这件就在内衣下来一点点而已 可能就是会有点像 New Jeans吧 super shy 这样子 但是呢 它里面这个故意做长一点 这个我觉得蛮可爱的 老公我什么时候可以穿着给你出去 你总拆的时候 总拆 你说这是绣套吗 会 塞套 它里面这个故意做长一点 这个我觉得蛮可爱的 好的 总之这件衣服呢 可能没有人看懂 没有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东西 我们还有一个包包 这个包包我非常的期待 这个品牌呢 叫做Simon Rocha OMG 好可爱喔 它这个箭在上面都是珍珠欸 真的好可爱喔 然后这个包包好小一个 我的天哪 因为他们家呢 就是有出那个 一颗大珍珠的那个包包嘛 那很多人就是拿着这样当手拿包 或者是当拍照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棒的装饰 然后一个亮点 但是呢 因为我觉得那种珍珠的感觉 真的太不实用了 你真的提着一个珍珠出去的时候 好像有一点麻烦的感觉 所以我就看上了这一款 而且它正好打五折 我就看到它这个肩膀上面 就有他们最经典 这个珍珠的一个装饰 下面是一个尼龙的包包 然后上面还有蝴蝶结 它有蝴蝶结 我的妈呀 好可爱喔 那这个包包呢 就是有分两个地方 前面这个有一个小拉链 可以放小东西 后面这边呢 就放得了手机 但如果是长夹 应该是有困难 这查 Fly n representations 真的很可爱 然后这样子写杯 Kawaii 因为他们家就是有很多 梦幻的设计文明 像是很多梭纱 珍珠 然后蝴蝶结 所以如果你也是喜欢那种 比较梦幻感的东西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家 之前在台湾其实就有经过 它的专柜啦 可是因为呢 我就是想要买 我的寿命比较便宜的 我在内特地上面 看到五折 如果没有这个珍珠的背带的话 感觉就是我儿子也可以背 哼 但是我没有给它背 这感觉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小包包 这一次Nedal Polo买了最后一件衣服呢 就是我本来就买过的品牌 其他全部东西都是没有的 大家都知道我很爱Self Portrait的洋装嘛 我跟你讲他们家除了牛仔系列都超级好看 我已经有他们家牛仔洋装 我本来就是觉得我不应该买 但我看久了之后我还是觉得 还是很想买 因为真的很实穿 会是你平常很多场合都可以穿到的 然后他们家的剪裁啊 真的很修身 会让娇小的女生看起来腰身非常好 好像胸部以下都是腿 我来穿一下这件牛仔洋装给大家看 我跟你讲他们家洋装我就是非常的喜欢 他这一个呢是做这边有一个小小挖空设计的 所以呢就会露出一点点的腰 但是不会露出太多让你的肥肉抵到的感觉 他们后来真的出版多款牛仔 我觉得都非常好看 比起那些不同材质那些蕾丝的小洋装 你可能会觉得太过正式 但是他们家呢牛仔的系列 是用正式的版型 可是是用休闲的布料 我就觉得结合了一种比较俏皮的感觉 然后穿起来就很显年轻 所以我非常喜欢他们家的洋装 推荐给大家 NetherBotter它只要有折扣的时候呢 我就一定会锁定 因为他们家的品牌我觉得很棒 就是有非常多牌子都是大家会喜欢的 然后很多大牌 所以你在上面不会逛到一些 你觉得可能品质不太好的东西 像是大家会很喜欢的Acme Studio 他们也有 还有Kite他们家也有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些品牌的话 赶快去逛一逛 他们现在有一个属于亚太区的折扣 只要你在10月15之前输入APACE5 就可以全管的东西 85折 真的很惊人 所以呢 大家可以把握在这个时候呢 赶快去逛一逛 买给自己一个礼物 然后呢 消费只要买500美金 它就是免运费 那这个免运费呢 如果你要退货的话 它这个运费也都可以包含在这个里面 再来我这次买呢 我大概才6天 我就收到我的包裹了 我真的觉得超级快的 根本就像是在台湾一样 我收到的时候想说 哦 你已经收到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 你直接从国外的电商买东西进来 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接下来呢 就要来跟大家开箱呢 我今天算是 很久没有买包包啦 然后呢 我老公现在就坐在旁边 你要不要先进去房间休息啊 不行 然后看一下多少钱啊 我只会讲多少钱 那你想Google也好啊 你不要Google啦 我已经说了 我原本我就是一直不要买这个包包 但是后来 因为你一直看到它 你就越看就越觉得 真的很好看 然后我这个是跟一个代购买的 我把我之前的有一些 没有在背的包包呢 拿去二手卖掉了之后的那个钱 它就变成了这一个包包 登登 miu miu的公文包 我的天呐 面膜这一年来真的是红到爆炸 应该是因为张元英的关系吧 我以前也是知道miu miu 但是我对他们家的东西 其实没有这么高度 是什么 然后就是 欸他在查欸 我老公在查 你知道怎么拼 你怎么拼的 不知道啊 怎么拼 m i e 我老公他英文完全不行 而且他讲话就是有一种 欸你要吃牛肉吗 他就知道很抬的感觉 他却知道 他现在善用google 完蛋了 好好看喔 很漂亮欸 欸 欸 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光文包 就是因为我其实很喜欢 形状挺挺的包包 我就会觉得看起来很有精神 这一种把手我好喜欢 背起来非常舒适 假如你今天装的东西比较重 也不会因为它背带拖的太长 然后或者是它是属于比较练条色 就会勒到你 坦白说我虽然有不吵香奈儿 但是其实香奈儿背起来不是这么舒服 所以如果今天我要工作 比较长的一整天的时间 或者是我要装比较多东西的时候 我可能就不会背香奈儿 因为香奈儿的链条 其实勒久了 真的是会蛮有感的 然后但是miu miu这个包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欸 这个完美的工作包吧 欸香奈包欸 然后他这款呢 叫公文包 反正你觉得 看起来就是一个很上班的样子嘛 然后这个miu miu的质量 好像是有一个浮起来的感觉 拉链呢 我看可以拉到多开 跟你讲 接下来的日子 它真的要出镜100万丝了 它拉链拉到最下面的时候呢 它打开包包是这么展开的 它旁边还有多加皮的这个片 可以去延展这个包包 整个宽度就可以拉开 所以等于你要找东西非常好找 在里面有两个拉链袋 一个在这里 然后里面有 我就给我买证明 这边有一个皮 上面有miu miu的字样 哦 好漂亮哦 诶 它连里面这个都很漂亮诶 呼呼 另外一面呢 也有这个拉链的部分 你也是可以把它拉开来 整个皮的味道非常香之外 它皮质好柔软 诶 我跟你讲 我很气诶 我那时候一看到的时候 它根本还不到 40万 然后结果 最近我终于想说 好 我受不了要买的时候 它已经变成 13 我到了 你Google多少钱 对 对 就是这个价钱 它鼓到到宝了 哈哈哈 好 那就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来开箱 这里还有一袋 这是什么东西 如果你今天买了公文包 一定要帮她买个小孩 她们才会母女开开心心 一起出去逛街 撸 妈 我要 怎么可能你要 怎么可能你要 啊 我跟你讲 她们这些人就是这样 她们代购当然就会拍照片嘛 然后拍的照片就会很漂亮啊 一个照片上面 她就别了一个小孩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她需要一个孩子 她需要 把小孩背上去了 像一个吊饰一样搭配在这里 那我选的是棕色跟红色 其实它这个小朋友这边有 超级多个颜色的 然后你可以自己搭配 但我觉得棕配红 就是要选比较跳的颜色 我觉得比较可爱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对这个吊饰有兴趣的话 或者是你要单买这个吊饰 我觉得这个吊饰呢 真的是算比我想象中的便宜 因为我原本以为它是 6万 结果它实际上是 3万 所以我觉得 如果是一个真皮 这么可爱的小包包的吊饰来说的话呢 也许还是值得投资的吧 好可爱喔 她是不是很可爱啦 哈哈哈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开箱 那我觉得这个喵喵包包 我虽然还没有开始使用它 但我觉得应该是买的非常对 因为 我猜它真的可以陪我度过非常多 要跑来跑去工作的出差的日子 真的会是非常实用 又舒服的包包 太可爱了 那今天的开箱希望大家喜欢了 那就记得订阅我 打开小铃铛 拜拜 而且这个拉链超好拉欸 我 你扯过去 我老公说 你是不是买贵了 我看人家网路上面都卖一万二 为什么 他这款还有付背带欸 为什么还有背带啊 那他真是赚到了 我还没有背带呢